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 有一份靠谱的职业未来 谢谢大家 私立的 对 那么在那个日本呢 又分为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那么国公立大学呢 是就是怎么讲 就是学费比较低 但是就是非常难考 然后呢还有就是 学费比较高好考一些 对 相对来说 学费比较高好考一些 但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 其实学费是差不多的 本科在哪 在河北工业大学 念的是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结束了之后 就走了吗 没有 然后就是工作了两年多 去哪工作 一家建材连锁企业 做的是人力资源的工作 就做人力资源 对 那怎么想你去日本来了 在那家企业 虽然我做得很开心 但是就觉得 自己的发展平台 有一定的瓶颈 因为我的直属上司 直比我大五岁 然后他进入那个公司 当时已经八年了差不多 而到我现在回来的时候 他依然还在那个公司 做人力资源副总监 我就觉得 我无论再怎么往上升的话 也只能做到那个职位了 不可能再往上升 那从日本回来的那年 去年的年底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对 这段时间一直在找工作吧 就是我一直在等 那个非女莫属跟我联系 我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就报名非女莫属 投了很多次简历 然后一直不给我打电话 我就想 我也不能再在家里等了 因为我已经这个年龄了 再在家里等的话 就觉得有点伤不起 然后就觉得 那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来北京 然后就想找工作 然后参加了一次招聘会 然后有一家企业 当时跟他面谈了 那么在今年的四月一号 我就入职了那家企业 所以我现在是在 四月一号 你都入职那家企业了 对 那你入职那家企业之后 这才干几天呀 是因为现在还在适用期嘛 就是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实习 在转岗 还没有到我的真正的岗位上 去工作过 然后 那家企业大吗 还可以两百多人 想来非女莫属的原因 就是因为 首先这个企业 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我感觉 在人力资源这方面呢 有很多 就是没有健全 特别健全的制度 那么呢 我是回国以后 特别想去一个大的企业 然后就是有特别健全的人力资源制度 能让我去学习 然后让我去掌握 并且在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 然后有所发展 那你这么说有点矛盾 因为你看你上一份企业 对不起 你本来就是这个日本的 就是也 集团也比较大 对吧 你就看到特大企业 你就说没有成长空间 那到了最后这家企业 你就觉得这家企业不规范 对吧 又觉得这个学不到东西 那其实这是一个矛盾点 因为你 你记住 任何大的企业 它成熟了 它位置一定是固化的 它要自身慢慢培养体系 那你肯定找新的位置很难 那到这种创新型企业 或者这些企业 你觉得不规范的时候 那其实有你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想呢 我来给它规范 我来给它变得更好 说 首先 就是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年轻吧 然后就觉得想闯一闯 就是那个时候 那现在打个比方 如果现在换成当时的我的话 有可能我不会走 好 来 段东是人力资源的专家 来 你好 段总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 进入这家企业以后 你发现它的制度不健全 我听了这个话以后 我觉得其实 我有点心里打鼓 什么意思 因为 在任何一家企业里边 哪怕是一个大企业 没有一家企业敢说 我的所有的制度是健全的 在一个你进入这家企业的时候 你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使这个制度更完善 如果你进入公司 制度已经完善了 你确实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价值 我觉得是第一是 首先是自己学习 自我充电的一个能力 自我充电的一个过程 这点我非常重视 我从事人力资源 大概有20年之间 20年了 我在不同行业工作过 在快销 在零售 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过 也做过房地产 行业的人力资源顾问 那么 人力资源是一个专业领域 跟行业 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 刚进入一家企业 凳子还没坐热 你就离开 你觉得 这个我不喜欢这个行业 你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做事情 而是说 进入这家企业以后 我学一些东西 看你们家企业 有什么东西可以学 只是要拿来 而不是说 给这个企业贡献 那么没有企业感 这样 总结 你今天要找的是一个 中高级职位 不能算中高级吧 就是中级 中级职位 对 你大概的内心的 心经期待值是多少 我心经期待值是 税后六千 税后六千 税前是 七千 来 你觉得你自己 目前的人力 还没到主管的级别 我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所以你想去一个舞台去学习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以前做的是 主要是做培训经理 在培训这方面 我是很有自信的 但是其他的模块 我相对于接触的比较少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因为我们公司在 新员工入职这一块 培训证 我们做得很浅 怎么讲 说一下 就是新员工入职 培训的重要性吧 就是首先一个新员工 到了一个新的企业 新的环境以后 我想每一个人 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包括我今天来到 这个陌生的环境以后 我也有一种打鼓 就觉得对各个方面都不熟悉 然后不知道 打个比方 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 然后不知道吃饭在哪里 我在我的实习报告以后 也给我当时的这个公司 交了一份实习报告 要提到的一个制度 就是需要有一个 新员工传帮代制度 然后就希望是 每一个新员工 进入到这个公司以后 公司要指定部门的一个人 作为这个新员工的 传帮代老师 那么培训呢 首先第一点 要公司的企业文化 规章制度方面的培训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员工心态的培训 那么第三点呢 可以包括企业的 就是发展史 或者是公司领导 跟企业谈心的 这样一个方面的培训 宋杰 抱歉我打断你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 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看一下各位老板的状态 各位老板都是一副 马上就要睡的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说话太啰嗦什么 第一是你说话特别啰嗦 第二呢 你光注意自己说 你的语速超快 一部分信息叫总信息量 但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总信息量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效有效信息量 你要控制这个 好 好不好 我先不要紧张 你控制不住 可能在你培训的时候 也要更重要的是 有效信息量 对不对 来 静薇 其实我觉得你身上 有两个问题 可能需要改正一下 一个就是其实沟通的问题 少刚老师也说了 现在的信息沟通 尤其是人力资源工作 沟通非常重要 更多的时候呢 是你要把这个信息 转换成一种别人 不会忽视的信息 这点可能是你 我觉得长期工作 需要调整的 还有就是 我其实挺不认同 你总是带着一个 我要去学习的心态 进入一家企业 您都学了那么多年了 该是去为企业做贡献 和发挥自己的时候了 我觉得你上来就说 我要去一家企业学习 不能学习我就走 那个不是学校 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 而且你的职位越高 你教的学费越多 他想做人力资源 这是一个急需 与人沟通能力的 一个岗位 但是他目前 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是两分批 来十二位 就找 宋杰今天就找 和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 其他工作 不是今天考虑的范围 去或者留 选择 陈浩 眼光加油 哇 离开的速度好快啊 现在还有三位留下来啊 不错啊 有一盏灯就是有效的 宋杰 天生我有彩 来 附胜 我们正好在这个 培训这边正好缺人 你们确实在培训这缺人 对 正好缺人 但是呢 坏处就在于说 其实我还是认为 就刚刚那 谁说那个你很对 就你很纠结 就你要学习 又学以前的发展空间不够 刘家勇刚才讲的 对对对 今天你的问题是 你真的不懂 真正的人力 培训 我认为 都是比较制度化的东西 其实真正互联网变化这么快 你和业务的结合的 这种培训和这种传递 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你上份工作 这个主管没有 就这份工作你还在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继续在那做 我觉得我们肯定 提供不了关于主管的职位给你 但如果能把心态沉下来 从比较基础的事情开始做的话 我觉得还是 因为你的全面性还好 我愿意就是沉下心态 然后继续去一个企业中去学习 但是毕竟 首先我年龄在这边 就是已经是这样子的年龄 还有这样子的 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精力和阅历吧 然后如果要是从 打个比方 就是只是从助理开始 纯基层开始做的话 然后我自己第一个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 怎么讲 你的领导比你年龄还小 对 这会儿就不是才比你大五岁了 对对对 是这样子 没有可能比你小五岁 如果要很大的企业 有一个很完善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做专员也是可以 好 我在面试人力资源主管的时候 其实只问两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公司里边 最大的人力资源挑战是什么 还有一个 你是怎么解决的 各用三计划来表达 第一个就是员工的 怎么讲 员工的学历素质偏低 这是第一个人力资源挑战 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做人力资源培训的时候 稍微会有一些 稍微高一些层次的内容的话 就要有所改变 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这个公司的老员工多 然后稀缘工少 然后给这个公司 注入新鲜的活力比较小 然后但是这个公司还是 呃怎么讲 就是企业的忠诚 企业的忠诚度还是蛮够的 好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公司的呃 各个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 还不够健全 有待完善 好 你希望如果把空间都给你 你希望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这三个问题 也是每个问题 用一句话来说 好 呃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现在新员工 呃就我刚才说的 这个公司的员工呃 呃怎么讲 就是学历稍微偏低 嗯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 那个以前 打个比方 我在其他呃 企业做过的一些的 培训的课件 还有内容 就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刚才说到的 第二点我说的什么来着 你刚才说到的是 老员工多 哦对 老员工多 对不起 老员工多 企业在快速发展嘛 啊 然后要就是呃吸引更多的 新员工加入 嗯 这是第二点啊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呃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制度还不够完善 制度不够 对制度不够健全 不够完善 那么就需要健全制度 和完善制度 然后还有就是说呃 跟员工多沟通 然后问问员工的想法 然后希望公司能推出一些 什么样的呃 健全的制度来 还满意吗 呃 不满意 呃 因为人力资源 有两个核心的问题 呃 这个挑战 其实每家公司都会面临 首先你要讲 我公司的业绩出 要解决什么业绩问题 嗯嗯嗯 第二呢 考虑人才管理的问题 嗯嗯 你刚才只说了某种现象 但是这种挑战 你没有很清楚的跟 最终公司要达成目标 结合起来 好 这样呃 宋姐我现在呢 让你再调整一下 因为三位的问题 都已经问完了啊 我现在让你再调整一下 呃 第一 是不是职位可以调 呃 可以不是主管 可以是专员 可以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 薪金调不调 薪金 在北京的话 我还是希望 对 好 到了大家做选择的时候了 续会或者留 选择 捏着一把汗吗 也那么快 自己说完仨 忘了俩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富盛 金山网络 培训专员 培训专员 我们这个队众刚刚组签 当然我们有八百多人吧 你的工资可以拿到六千 然后你是 你应该是从日本回来对吧 对 我们对第一年的外地员工是有宿舍的 嗯 这样你就可以省一个住宿的费用 嗯 来 top game 目前有很多东西我不确定 我必须给你讲实话 所以我目前能给你提供的岗位 就是说 我们目前工作大概六十多个人 老人业资源部门 目前有两个人 一个主管带一个助理 嗯 所以目前我把你安排给他来带 具体是做培训岗位啊 还是说别的一些资源的模块 我目前不确定 所以我目前可以给你这些税前五千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见外收好 我看你你请进的 好 谢谢 这是五千 这是六千 给出来的都是 是睡前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宋静你的选择是金山网络 还是top game 还是选择各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金山网络